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最后谈一谈中共在古巴监听站这件事情 是真是假 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空气新鲜了 然后能见度也增加了 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这在纽约地区 据说这个污染现在继续在向欧洲 还有向美国的南方传播 整整两天憋在家里头 连窗子都得关着 先讲一下川普 川普被第二次正式刑事起诉 那么这一次是联邦检察官 在佛州的联邦法院起诉的 简单地说一下 因为已经估计报道很多了 就是司法部任命的那个特别检察官 就是Jack Smith 他起诉的 那说明一下 有些报道呢 说是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 其实不是的 就是所有的起诉 都应该是检察官的事情 大陪审团呢 只是说决定 这个案子是不是要起诉 那么共有七项罪名 这些罪名呢 现在没有公开 那川普说呢 他被要求下个星期二 到这个位于迈阿密的联邦法庭出庭 那么据了解情况的人说呢 披露呢 说是七项罪名包括了 叫做有意保留国防信息 那指的是那个机密文件里面 有一些国防信息可能 那么还有呢隐藏文件 串谋妨碍司法和虚假陈述 那么这个呢符合以前 我觉得哈 完全符合以前 对这个所谓通俄门啊 还有其他事件进行的调查 还有弹劾的时候的那些套路 就是说怎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一个不一定存在的罪名 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呢 他就不断的制造出新的罪名来 就包括妨碍司法和虚假陈述 那么这些其实呢 他不是原始罪名 即使到后来这个最原始的起诉 他的罪名不成立了 即发的罪名呢 还能成为主要罪行 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案子的这个 对针对川普的哈 这种套路 那么这里呢 我不谈法律问题哈 因为法律方面有专门的专家 就说这次指控的这个第一个罪名 最主要的就是在 实际上就是海湖庄园发现的机密文件 那么这里呢 我只提一个疑问哈 是从常识角度 既然拜登和彭斯 都有从白宫带走的机密文件 那么为什么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国家档案馆 只对川普提出了 交出机密文件的要求 因为如果说总统和副总统 带走文件的时候 没有经过检查的话 你怎么知道川普有了机密文件 你为什么没有对别人进行调查 因为是在这个之后 才存在着所谓不配合的问题 直到妨碍司法的问题 如果一开始 国家档案馆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些罪名 所以说这就是说 对总统有区别对待的标准 就是有区别对待的问题 有双重标准的问题 如果是对所有的前总统和前副总统 都提出过要求的话 那么他们是配合了 他没有配合 如果说他们配合的话 后面就不应该发现 就是彭斯和这个拜登 都有带走的秘密文件 就说如果他们配合了的话 他们都声称没有嘛 如果说相信了他们说 声称没有带文件的话 国家档案馆就不再追究了 那么为什么 川普声称没有 秘密文件就要追究呢 所以说 就是因为他们事实上 现在的事实是 他们在 这以后 就在去年都发现了有秘密文件 也就说 国家档案馆 不相信 那些当事人自己陈述的 只有川普一个人 就是 我就不相信你一个人说的话 这就是选择性的执法 那么当然了 这是第二次行事起诉了 第一次就是曼哈顿地方检察官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我谈过 今天就不多谈了 他罪名多达34项 听起来非常吓人的 但 那么具体的说起来呢 就是一条了 就是伪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 向一名声称和他有过 性关系的 色情片女演员 支付封口费的行为 来影响大选 就是封口影响大选 实际上 讲了这么多罪名 很吓人的罪名 实际上就是在记账上 归类归错了 就这么点事 那么这件事情对两党的影响呢 很快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议员呢 立即对这件事情发表言论 这个呢不出所料的 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的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起诉的说服力并不强 这不是 这个还不是什么口服心不服的问题 连口服都做不到 如果说罪名非常严重 而且呢 很有事实根据的话 那么至少人家会口服 虽然心不服 现在口服都做不到 这里有一个疑点 还有一个疑点啊 就是起诉当天呢 正好是国会 得到了FBI局长提供的 这个拜登涉嫌收收外国资金的 从而影响美国政策的这种相关的文件 当然白宫呢 立刻就否认了说拜登对起诉 他是不知情的 就说否认了拜登对起诉是知情的 就说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和这件事情跟起诉就撇开关系了 但是众议院呢 就是Matt Gates 他呢就提出来 他说是 他说这两者是有联系的 就是起诉和这个FBI的这个 拜登的那个涉嫌受贿的文件是有关系的 那么盖茨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想象一下 没有人天真到可以相信 拜登贿赂证据和这个川普起诉 发生在同一天是巧合 那么有多名共和党的议员呢 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是这件事情呢 是拜登在奥巴马当副总 在当奥巴马的副总统的时候发生的 就是说乌克兰呢 有个检察官叫肖金 肖金当时呢 正在调查一家基辅的能源公司 叫做布瑞斯玛 这家公司就是肖金正在调查 那么亨特拜登呢 跟这家公司是有联系的 那么拜登这次被指控什么呢 是拿了这家布瑞斯玛公司的500万美元 然后呢 让美国施压乌克兰 解雇那个检察官肖金 那么FBI局长呢 就雷呢就同意了 和国会共和党呢分享这份文件 所以就是这一天 同一天呢 这个文件给了国会 共和党 就这么个关系 那么他对大 就这个起诉对大选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首先哈 美国宪法并不能够阻止川普参选 甚至都不能阻止他当选 然后任职 彭博社呢有一篇文章提到哈 就是有人试图用 第十四修正案 来阻止他选举或者是当选 他还举了两个正在进行的例子 这道反导证实哈 至少有诉讼的目的 是阻止川普再次当选 至少是有这样的努力在进行当中 那么对选民有什么影响呢 彭博社文章提到一个 民意调查的案例哈 是经济学人和EOGov做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很很长哈 比较拗口 他说候选人如果付钱 让人对可能影响选举后果的事情 保持沉默 呃 陈述说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你们同意不同意 他说如果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的话呢 受访者是压倒多数的同意 但是如果提到川普的名字的话呢 那么只有15%的共和党选民 和53%的民主党选民 认为这种行为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也就是说一提到川普 马上就有很多人转变 转变意见了 认为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有人对这个做出解释哈 说对川普的法律纠纷的态度和选民对他个人的态度是一致的 呃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对这些针对川普的法律诉讼的态度 取决于对川普个人的态度 呃 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 呃 实际上这个这个民意调查的这个问题哈 并不适合川普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很可能呢 就这些改变态度的人 并不是因为这是川普而改变态度 而是认为这个付封口费影响大选这件事情 跟川普没有关系 就说川普干的不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是川普干的 所以说人们很可能 你只要讲到具体的案例的时候 别人就会很清醒的认为 这个案例和你提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所以不是说因为川普就改变了法律 就应该改变法律 不是这个看法 所以说民意调查 其实里面是很 很有讲究的 就是你提出的一个问题 和你得出的结论 往往和你设计的问题 是很有关系的 其实让我觉得很惊奇的哈 并不是15%的共和党 认为 就是 就是同意这个说法 而是只有53%的民主党 同意这个说法 应该是更多 在我的想法当中应该是更多 说明这个封口废的这个案子 即使在民主党选民当中 也是不那么popular的 也就不是 不是被大家都认可的 就这个封口废的这个案子 纽约这个案子 所以我认为这个起诉的话呢 最终哈 不会像这个纽约时报那样子 报道的说是要削弱 川普在这个选民当中的 地位 其实我是觉得会加强 就加强在普通选民当中地位 无论是党内初选 还是最终大选 对中间选民的影响 那么我再介绍一下 我今天看到一个录像 这是昨天开始在互联网上 很快传播的 特别在推特上面传播的 就是有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他在Duncan Donald 这个Drive Thru的时候 经过那个窗口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那个收银员啊 就收钱那个人 同时也是给他递这个 提供服务的人嘛 就告诉他说 说你后面那辆车的车主呢 通知他们 说前面的车主呢 是一个川普支持者 那么他就反问这个收款员了 他说他们希望你干什么呢 那个女的收款员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 也许是让我们对你区别对待 那么他就说了一下 This is crazy 然后那个 因为我是川普支持者 就因为我的政治观点 就对我区别对待 后来那个收款员呢 也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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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就是同意 这是一个crazy的做法 这是一个疯狂的做法 就是举报 一个顾客是川普支持者 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就这个人呢 他自己介绍好 他曾经是民主党的 现在呢 是坚定的川普支持者 因为他的车上贴了一个 就是川普2024的那个 那个label 而且呢 他自己是来自墨西哥的 合法移民 他把后面那辆车的车主呢 称为White Liberal Savior 大概意思呢 就是有点像中国人 讲的白左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录像下面 99%的留言 我看了很多很多 只看到一个是反对他的 99%是支持这位先生的 除了支持以外 还有两大类的表达 一类呢 是说 应该替这个仇恨川普的人 就是后面那个举报的那个人呢 因为应该去替他付款 而且呢 告诉他 我们会为你祈祷 那这个呢 我估计 这些流泪 流言这类的呢 多数是基督徒 就是觉得他很可怜 所以我们要为你祈祷 那么另外一类呢 就是说这位收银员 这位女士呢 说太美了 显然呢 是说他 人美 心也美啊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看 就是 人心向背的问题 另外呢 再讲一件事情 讲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 昨天一直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叫终止中国开发中国家的地位法案 那么 呃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 要把中国的这个开发中国家的地位呢 要取消 那么在哪里取消呢 呃 这是一个问题 反而呢 会提交这个参议院 因为刚才是外交委员会 然后呢 提交参议院 如果参议院通过的话呢 呃 拜登一签名 就成为法律了 因为众议院呢 已经全票通过了 今年三月份 是415票对零票 一票反对都没有 可见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是一致通过的 我相信在参议院也会一致通过 那么 取消这个以后 就这个法律一旦通过以后 美国能做什么呢 呃 实际上就是说 并不是美国就能决定的 美国国务卿呢 就必须根据这个法律 在国际上要进行一些外交活动 就是说 改变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开发中国家地位 因为它并不是美国定的 这是一个国际组织 在很多国际组织当中 它的地位 美国就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开发中国家地位 它有什么好处呢 呃 就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 在世贸组织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贸易方面的救济 而且呢 在反倾销措施上你可以豁免 至少有一些豁免 呃 在世界银行呢 你可以得到一些金融的援助 比如说低息贷款啊等等 呃 另外呢 在国际组织里面呢 你会得到一些科技和金融方面的这些资源 呃 另外呢 出口产品呢 是有享受低关税的 呃 在联合国联合组织呢 会对开发中国家进行援助 它不会对已经开发国家援助的 那么你还可以得到呢 那些就是发达国家给予的科研基金啊等等 还有更多的时间来制定 叫做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 给你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你就是你可以部分的去侵犯知识产权 不受或者是少受国际制裁 其实换句话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说你我自己国家还没这个法律 那给你一定的时间去制定这个法律 那么在这个制定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拖拖拖 那在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我们国家和国际法不完全一致的这种 推托识呢 来避免制裁 是这个意思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优惠了 你比如说 呃 现在不是讲这个减碳吗 呃 环保吗 那么减碳的各个国家有份额 那么开发中国家呢 它的份额就比较少 而且呢完成的时间给的比较长 这就是巴黎协议 中国得到的优惠 呃 那么 中国是不是一个开发 开发中国家呢 过去肯定是了 但是现在不应该是了 呃 这个共和党级议员金英玉 他 他是他发起的提案 他在发起提案的时候 他这么说的 说中国在开发中国家 呃 豪制数兆美元 从事基础建设计划 作为其一带一路倡议 债务外交骗局的一环 却仍然利用自身开发中国家的地位 向国际组织申请 开发援助和贷款 所以这里呢 其实他讲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 利用了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这个地位 得到了什么东西 第一 他在向其他的国家 打笔的撒钱 还不仅仅是开发中国家 甚至发达国家 要不然的话 意大利怎么会积极参加 这个一带一路呢 呃 在这个同时呢 继续获得国际援助和贷款 同时呢 他挤压了真正需要 受援助的这些国家的资金 因为他拿了这个钱 别的国家就拿不到了 那么这几年呢 中共在这个国际上啊 撒钱是越来越厉害 但是问题在 你不能既去充阔劳 又去装穷 你从富的国家那里去装穷 拿钱 然后又到那个比你穷的国家那里 去撒钱当阔劳 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所以不能这么做 实际上 但其实实际上啊 国际 国际上并没有一个 就是这个国家是不是开发中国家的一个标准 世贸组织 甚至接受各个国家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你想 那连新加坡啊 他都自称是开发中国家 他的人均收入跨境这个发达国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那世贸组织到现在还承认他是开发中国家 所以中共也大可以继续以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这个自我定位 留在世贸组织 这个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中共呢 显然不这么想 他还要抗议一下 所以汪文斌呢 就有一个表示 他说中国是不是开发中国家 不是美国说了算 美国抹杀不了 中国仍是一个开发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这个事情我就是 就是不太明白哈 你现在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了 你现在都要领导世界的方向了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呢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和中共现在的这个死要面子的做法 其实是对立的 就是说 最后谈一件事情呢 就是华尔街日报 星期四就昨天啊 有一个独家报道 说中国和古巴呢 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 将在古巴建立一处电子窃听设施 那么美国白宫方面呢 马上就称说 这一报道呢 不准确 这个消息来源是什么呢 是几名所谓 熟悉高度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 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的 华尔街日报呢 我觉得哈 他没有任何理由自己去编这么个故事 所以我相信这个消息呢 是相当可靠的 这个窃听站设在古巴 距离佛罗里达呢 只有100英里 所以他可以对美国东南部的这个通讯啊 进行近距离的监听 这就是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危害 那么白宫和乌甲大楼呢 当然是否认了 白宫怎么说呢 白宫说 这篇报道并不准确 严格的说法 这不是真正的否认 而是一种官方 就是不置可否的说法 并不准确 这个很难说了 而乌甲大楼发言人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报道 我可以告诉你们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它是不准确的 跟白宫说法是一样的 我们没觉察到中国和古巴 正在建立任何类型的间谍战 这很有意思啊 这还是没有完全否认 因为消息来源说的是什么 消息来源说的是 中国已同意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 允许其建造情报监测战 两国上以原则上达成协议 那么鉴于古巴现在财政很紧张啊 那么出租一些土地 或者是让中共去建一个监听站 而得到几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是很可能的 他一定会同意的 那么鉴于事情还在 原则上达成协议 这个层面上 所以原则达成层面呢 它并没有去实行 还没有建呢 所以五角大楼说的话 没有觉察到正在建立 这个也没有错 所以外交此令啊 就是这么去分析它 而中共呢 它即使为了就是报复美国在台海和南海的自由航行权 它能够有机会在美国眼皮底下建一个间谍战的话 它也是很值得的 仅仅是报复而已 都很值得 至少能出一口恶气嘛 更不要说它还实际的能够得到一些情报 还有这些功能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是真的 好 那么我最后呢 是来谈一下上次的几个问题啊 在互动这个层面 因为今天是录播 没有真正的互动啊 这个V audience呢 他问了个问题 他说能不能解释 简单分析一下俄乌战争的走势 看了一年主流媒体的乌克兰节节胜利的报道呢 说有点晕了 最后乌克兰失去的两个州 有夺回的希望吗 目前俄乌战争的国 不说乌克兰胜利就是政治上不正确 但是客观实话不是更重要吗 这里好几个问题哈 第一个是从大趋势来说的话 主流媒体说他节节胜利 我倒不觉得节节胜利 问题是在于你怎么看这个胜利这个词 就是根据俄罗斯原来的计划 是要很快的比较打下基辅啊什么东西 快速结束战争的 那么既然他不能够快速结束战争 他就 就是乌克兰就应该说 乌克兰的这个表现比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比所有人期望值要高很多 而且呢坚持下来了 于是呢援助就源源不断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从战场上来说 他现在确实乌克兰是处于反攻阶段 就是说他他不会有太多的真正就战争交错期间 总有失地失去土地的 就乌克兰现在已经阻挡住了失去土地这种情况 而且确实在反攻 而且一部分反攻还非常成功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 呃乌克兰确实是在走向胜利的这一面 至于失去的两个州有没有夺回来的希望 这两个州我倒觉得是很有希望的 就说呃要夺回来 最终哈 最终我觉得哈 就是呃四个州都应该会收回 最终呃 但是呢呃克里米亚最后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觉得可能会之中一下 就是最终需要谈的是克里米亚的地位 呃完全收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我不是很 因为因为最近体现出来 俄罗斯其实现在在出于防守阶段的时候 比他原来在进攻阶段的时候的表现要强很多 那么至于说俄乌战争 如果不说乌克兰胜利就是政治不正确吗 这个在西方呃 他不是说不说乌克兰胜利 因为这个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呃 呃关键是在于就是在国际上支持 乌克兰反反侵略 这个现在就是政治正确 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 至于说乌克兰战争是不是胜利的话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呃 尤其是这两个 毕临的国家哈靠近的国家实际上就是看你最终土地能 占领还是要被乌克兰收复 是这个才是呃实际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呃有朋友是为亚米尼亚人点赞 呃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 这个美国人为他们点赞的非常多其实现在就跟这个呃就是对于一些少数只呃少数族裔呃站出来呃对这个呃对这个就是呃觉醒议成说不的呃点赞的人非常多呃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呢也是因为作为少数族裔的 他现在好像在政治上更敢于对这个呃这些议成说不呃呃那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哈呃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呃还是请这个干净世界的朋友呢能够关注注册一下呃这个节目呢明天早上呢在油管直播呃两边呢我会都注意留言 然后呢争取在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呢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